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很少 甚至从来不表现那种婚姻之外的那种销魂石破的婚外谅 我们看看这首诗 月夜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 人类最美好的爱情诗 我们看看 写的诗诗诗太好了 这个字不能读看 听懂了没有 看就是这声 归宗子自独堪 瑶莲小儿女 未见亦长安 相悟云环思 清辉玉碧寒 何时依虚晃 双照内痕干 这次真是写得很好 可以说白都不厌 我们看看他写的什么名堂 他写的时间和那个《古破山河寨》 成春草莫生 大体上同时因为晚一点 因为国家大难 按时大难 突然的按时来的 大难来的后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通信很糟糕 他其中《古破山河寨》中间 大家记不记得有句说 《烽火连山月》 《家书底万经》 记得吧 《恨别鸟金星》 记得吧 他不知道妻子儿女的消息 这个福州在长安的郊区 你看看 杜甫这个时候 他一个人在长安的月底下 这个时候是说白了 就是想老婆 他的主题是想就是想老婆 我们看看他怎么想 从这么想中 我们看看他有哪些特点 他说今夜福州月 归众之独康 本来是杜甫一个人在月 这个时候杜甫上四十岁 一个壮严男子 一个人离开了夫人 一个人在 又判军了把长安围了 他出不去 他一个人在长安的月底下 就在走像这样走 自然就想到了太太 听懂了没有 他偏偏不说他想太太 他要说 今夜福州月 归众之独康 他说今天的我的太太 在月亮底下看月亮想我 想的要命 这怎么办呢 这怎么办呢 看到没有 古人叫这种写着手法 叫从对面作比 明明是他想太太 他偏偏要说太太想她 大家可以看得到 他写着手法 他这种写着手法 叫委婉 叫曲折 对吗 他写得非常委婉和曲折 明明是他想太太 他偏偏说太太想她 这里面还标悍 就一种什么东西 布弗是个好丈夫 他说我的太太在月亮底下想我 想他要命 这怎么办呢 他没说太太想她想太太 第二句 第三句 大家看看 他说今夜福州月 归众之独康 第三四句 就景成第二句 遥连想未见异常 就写归众之独康 三四句 进一步写 生族写族第二句 在结构上 大家看懂了没有 遥连小儿女 未见异常安 很多人把这句话理解得不对 他说是可怜我那些小儿女 还不懂得还养她的 长安的爸爸 像这样的理解就全错 听懂了没有 全错了 为什么 它是紧接着的第二句 归众之独康的 今夜福州月 归宗之独康 为什么 为什么是想到的遥连小儿女 为家经异常安 她是经一步写独康的 对吧 因为她的 在家里的 在福州 不仅仅是有太太 还有什么 还有儿女 怎么可能是都看呢 她说 遥连小儿女 未解异常安 解就是理解 懂得 说可怜 无诚的那些小儿女 不理解她妈妈异常安的心事 听懂了没有 男的和女的不一样 这是文化 尤其 因为我没有到过美国 美国的女性 是不是敢这样说 我不知道 我们中国的女性 跟男性 有很多不一样 比如说 一个男的 和他的太太 分别了几个月 他可能到朋友 到朋友家里去说 哎呀 老婆离开了好长时间 真是想老婆 但老婆 不是人到朋友家里去说 哎呀 离开了丈夫几个月 真是想老公 很难 很少有人这样表达感情的 很少有人 人的表达 要女性跟男性不一样 女性跟男性不一样 比方说 杜甫家里 他的太太 杜甫家里有儿女 有女 比方说 我们这是三种 杜甫 他的太太 杜甫太太 把他的儿 把他女儿 送到厂上去睡觉以后 海外人跑到阳台上去 看月亮想杜甫 听懂了没有 月亮 看月亮想着老公 长安的老公 他的儿女不理解妈妈 他可能有个小儿子说 妈妈你故人在杨甫山干什么呀 你回来吧 他的杜甫太太不能说 你们好好睡觉 我在杨甫山看月亮想着爸爸 他不能这样说 听懂了没有 所以 姚莲 小儿女 未解义长安 他写得特别好 这个是写他的儿女 不理解他的妈妈想长安的心思 未解义长安 这叫曲子 这叫尾婉 他写得特别好 大家再看看底下 相物云环诗 青灰玉壁寒 这两句写的实在是太好了 相物云环 青灰玉壁 实在是飘上极了 听懂没有 相物云环 青灰玉壁 写的实在是太美了 好 我们再看看 五六句 紧承第一句 在内容上 看懂了没有 五六句就紧承前面的 今夜福州月 看懂了吗 那个青灰是什么 月亮的光辉 相物云环 是为什么 他的老婆 在月亮底下 看月亮的时间太长 露珠巴达的头发 都这么一样 打湿了 所以有相物云环 唐茶的女性 到底是用什么香水 我们不知道 听懂了没有 他到底用什么东西 比较像 肯定也有香水 或者香粉之类的 而且我敢肯定 比今天的绝对安全和健康 听懂了没有 因为他纯天然的 听懂了没有 今天是绝对的不纯天然 我敢保证有问题 但到 反正我也没用过 到底有什么问题 我也不知道 肯定有问题 对吧 他说 相物云环思 写的真是有诗意 美极了 又是他的 他的豆太太 在月亮底下 把头发都打湿了 可见 望月之久 思念之深 听懂了没有 而且青灰 玉碧寒 写得非常之美 他的太太 在春天的夜晚 是玉碧 哎呀 美得不得了 而且在 银巴塞的月光底下 他那种玉碧寒 时间太长了 那表达了什么 杜甫对他太太的关切 说老婆 你别在月亮底下 看月亮 实际上太长了 别想我了 听懂了没有 漏寒 一声漏寒 怎么说吧 老公对妻子的那种关心 那种无限的爱 还有 我和大家注意 杜甫这个时候 四十出头了 他结婚已经结了二十多年 为什么古代的人 结婚结得很早 不像我们今天搞到 上四十岁 还到处在登广告 要找老婆 找老公 古代的人 古代的人真的跟我们 今天是不一样的 我经常 我经常就想 古代人比今天幸福多了 压力又不像这么大 那个时候四十多岁了 杜甫 大家注意 他四十多岁了 他的太太也是 至少是四十岁左右了 你看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他还这样的爱他的太太 他不像我们今天这么肉麻的说 我爱你 听懂了没有 但是他无限的爱 他觉得他太太美得很 他感觉到没有 他觉得他的太太的头发是什么 相恶云环 他觉得他的太太的臂是什么 轻灰欲臂 你恨我 那美得没办法 听懂了没有 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 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 一般的都比较麻木 听懂了没有 用冯小刚的话来讲 叫什么 审美疲劳 听懂了没有 冯小刚那个手机 我觉得写的是不错的 我看过两片 我觉得冯小刚搞笑 搞得有水平 比香港比台湾都搞得有水平一些 他每次港台 在搞笑的这个水平上 显然比不上冯小刚 还没有出现冯小刚这么会搞笑的人 一会儿他搞得 搞笑搞得 那个手机 有一段话 他说 是有一个美学研究生 对我有点崇拜 记得吧 我们在楼上开了一间房 但这份没有上去 该在大厅里坐而轮倒 我心里一直在挣扎 想来想去 有点怕麻烦 听懂了 还是农女社会的好 精进干靠 经验不归 归来跟妻子说 啥子都是成女的 记得不记得 我觉得她有点幽默感 他说和我的太太在一起 二十多年了 现在是又一点深眉疲劳 对吧 肚腐没有深眉疲劳 大家看到没有 对吧 你看 香悟云环是 清晦玉碧寒 他觉得他的太太美得没办法 这种爱 这种美 这种对 对他太太的欣赏 这种爱 哪个家家都服了 我告诉你 一辈子走运 听懂了没有 他可能不 不走运吗 好 香悟云环是 清晦玉碧寒 我和大家讲 这只有丈夫 写妻子的时候 才是比较非常好的 如果他要说别的女人 那就有一点轻跳 听懂了没有 对不对 那就有一点轻跳 大家看看前面的六句 全部是从对面作比 他表达感情的方式 真的是不一样 李白有一次 有一次是这样写的 他在路上遇上了一个女孩子 我和大家讲过 骑马交行 踏落花 阳边雾湖 五喉车 美人一笑 千朱博 姚子红楼 是妻家 他玩家是写他的外语 写得很浪漫 对吧 写得很浪漫 写得很漂亮 但比起都府这些事呢 我觉得两个人不可有道理计 在这一点上不是说他不伟大 你把这个家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 听懂得没有 都府就情况不一样了 他前面的六句 完全是从 用我们古人叫从对面作比 我们现在家这种写着手法叫什么 画虚为实 对吧 画虚为实 那全部是假的 他是不是正在越南底下看越南想他了 我看也未必 听懂得没有 他完全是假的 他完全是想象中间的 他把想象中间的东西写得和灵和现 我和大家讲 你一般度表达感情的方法 在这里是非常委婉 非常含蓄的 人类的感情 表达感情的方式 人类的性格 千差万别 但大体上分别 就是容格说的 一种是外情 一种是内情 就是一种是外相型的 一种是内相型的 外相型的人表达感情的方式 变成女性 外相型的 我在家里想 外相型的女性要怎么表达 内相型的女性要怎么表达 对丈夫的爱 别人说 丈夫分别了三个多月 丈夫突然回到家来了 一个外相型的女性 马上就要跟丈夫说 说老公 你在外面三个多月 我这是想你想死了 听懂了没有 这是外相型的 内相型的 要到夜深人静 跟她的老 跟她老公说 老公 你在外面三个多月 你在外面想我不想 听懂了没有 那就是外相型的 听懂了没有 是不是这样 对吧 杜甫在这里表达的就很含蓄 很细腻 他是写老婆 不断地想他 老婆想他 他表达的感情表达得特别好 最后两句 最后两句 就直输胸腻 何时依须 双躁 内痕肝 这让我们什么时候 夫妻谈聚 我们什么时候夫妻谈聚 谈聚了以后抱头痛苦 难中的夫妻 感情特别深 听懂了没有 我们在夫妻谈聚 我们抱头痛苦 夜深人静 我们抱头痛苦 哭完了 再把对方的眼泪擦干 你看双躁 内痕肝 写的真是非常深 非常 这种这种爱情是写的特别好 那么这种爱情是 使个什么东西呢 为什么我一直在想 为什么没有相见时难 别一难 东风无力 百花禅那么传送呢 我告诉你 这是人类的利根性 你知道吗 夫妻 太太总是别人家 对得漂亮 听懂没有 这是写的深厚的夫妻恋爱 那是写的销魂石破的 婚外恋 对吧 人类的 对他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么杜夫的爱情 他也是在一种 一种崇高的 伦理 规范下的爱情 他很少写 婚外恋 他总是写 深厚的父亲恋爱 大家可以看得到 别人说 从古到尽 很多爱情诗 都是写的婚外恋 最好的 还了不起 就是写个单向诗 在西方也是这样 写的丈夫 丈夫写的妻子的爱情 总是写不好 听懂了没有 一写到婚外恋 就写的极多人心 所以 有一个海尼也说 爱情就是我的最悠 和声我 什么意思 大家知道吗 爱情就是它的罪悟 原因是什么 就是宁盖斯说的 在婚姻不自由的时代 真正的爱情 它要到婚姻以外去寻找 听懂了没有 其实我们很多爱情诗 比如 春心魔共 发真发 以称相思 以称黑 十年已觉 扬着目 宁得青楼 薄姻明 都是 年花热草的爱情 只有杜福 它是写的身后的父亲恩爱 我们 底下 是杜 王池寺 在杜役中间的 大家看看 他说 评价这首诗 大家看看 他说一本诗家 本来是他自己想家 我在这里说一下 一本诗家 那个家 男人想家 都是想老婆 因为女性在走的哪里 总是把家带在哪里 当然 偏想家人之事物 以尽一尘 大家看看 这个分析得很漂亮 自念及儿女之不能思 又尽一贯事 西西云 欲反欲悲 事也 云环欲碧 欲利而情更悲 自如双造 推自卫 而人带内痕 所如 博传悲喜 经定是密同 在自情业 博传悲喜 经定是内 这几十诗大家不了解 都是杜甫的诗 那底下都是信 信以持神道彼 那好不好懂 他心里已经想到了老婆 诗从对面回来 那好懂吧 卑婉 微致 经历 绝能 为什么说的历 这首语言写得很历 听懂了没有 你看 清黑玉壁 玉壁云环 经历 绝能 又妙在 无疑不从 月色造处也 大家再看看 那个黄手颤的 说通手意在 是斗看三字 都是从斗看作笔 这首诗 我们讲到杜甫的 精神结构 我们再总结一下 他的精神结构 有这样几点 第一 他的感性中 总是凝聚着理性 他既有强烈的激情 又有很深的理性的思考 第二 他即使是爱情 他的感情 总是在崇高着 能力规范的 自由下的感情 他很少冲破 能力道德的地方 很快就被冲毁 我在这里说吧 没有哪个人天然的就想去做坏事 往往是感情一激动了以后 尤其在爱情这个问题上 往往他不容易把握不住自己 但杜甫做得特别好 杜甫做得特别好